有什么需要你就喊我啊 我就在这里 小白 我在散步的时候 想起从前的事 什么事啊 从前是我负你太多了 既然我欠你那么多 无论你做什么 说什么 我都会原谅你的 所以 你只需大胆地说出心里的想法 我不会生气的 也不会怪你 你说什么呢 今天你对沈夜 倒不像是在做戏 我既然要按照 安兰惹的诡计走下去 那我势必得把戏做得真一些 你说过 你觉得安兰惹对沈夜的感情 令你十分动容 是啊 我是说过 那又如何 所以你是太过于地 投入阿兰惹了 已经开始喜欢上她了 你说什么 你早就已经不是在扮演阿兰惹了 你已经是真心地喜欢上沈夜了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是在救驱龙中她救了你 而我没有赶到吗 你想要一个 你有危险能赶过去救你的人 你觉得她就是那个人是不是 别再瞎想了 好好泡澡吧 说些什么乱七八糟的话 不会晕在水里了吧 帝君 帝君 你藏在水下做什么 想事情 你太吵了 那好吧 那你继续想吧 出来的时候记得穿前衣裳 我去给你整理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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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夜她哪里逼我 是我可没比较过 沈夜会说漂亮话 动你开心吗 她说你长得好 性格好 又能干 像这样的好听话 我没说过 也说不出口 但 我对你如何 你真的看不出来吗 你是真的吃醋啊 我没想过会来不及 也没想过你会这样待我 所以 你就吃醋跑出去淋雨了 我才想该怎么办 结果没想出能怎么办 干掉沈夜 或许是个好法子 但也 也许你会伤心的 幸好你还考虑到 我会不会伤心 没有去除掉人家 你虽然我伤心 但我一个男人 怎么能让你也伤心呢 静还说自己说不出好听的话 这就算就好听的话了 吃醋好歹有个度 是时候也该收一收了 我那么喜欢你 又怎么可能去喜欢别人呢 你今晚好好休息 嗯 嗯 杯子壳 啊 记得沈夜无异 那下午为何同她说那些话 还与她拥抱 你还在吃醋啊 那个我睡了 想不想知道 庄税会有什么后果 我与沈夜不过就是同她唱台戏罢了 没想到你这样经不得失 那是不是以后我同谁多讲几句话 你都要吃醋 嗯 忍是一个好词 你好好学一学吧 你还怀疑我 嗯 我看你吃醋了 我就出去找了你半天 没再继续找 是怕我淋雨了 会更让你担心 我想到你被雨浇了 就给你调配了泡澡的去寒汤 你还不相信我 小白 是我不好 帝君这是怎么了 今夜为何她格外稳存 好 怎么了 你不是淋了雨头晕吗 不管了 你不是淋雨头晕吗